拿稳长笛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其实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 点赞收藏慢慢练哦 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拿稳长笛 我们长笛呢是有三个支撑点 这三个支撑点没有支撑好的话 我们长笛是很容易掉落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首先右手大拇指是一定要拖住这个笛杆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支撑点 剩下的手指包括小指也要很放松的 搭在我们的琴键上面 这个姿势一定要保持住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左手 是长笛位于我们的手掌的和食指的第一个指尖 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来拖起 我们一定要注意贴好 用大拇指来拖 那我们是错误的 我们是用一个食指第二个指接触 拖住 还有右手拖住 那么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嘴巴 三点支撑才是最稳的 长笛拿稳之后 手指才会跑得更快 如果还有关于长笛的问题 可以后台私信或者留言告诉我 也可以来了解我的一对一课程哦 关注我 绝情不走弯路